Demo是Demonstration的簡社 衣服就好像是代表自己 我們就很想做一些男生都可以扮得很漂亮 很繁忙的設計 喜歡把一些柔軟一點 或者是女性一點的元素放在男裝上 我們會形容自己的中性為雌雄的同體 我和Derek在2013年開始做Demo的時候 主要是想男裝有更多選擇 因為我覺得男裝的層面要闊一點 男裝那裏 仍然會有很多根深蒂固的Stereotype Gender是怎樣 我覺得是流動性的原因 是因為男女都可以有很多面貌 就算是電影、書本 我都會讀很多關於Gender的東西 究竟現代的看法對於Gender有什麼定義 或者以前會不會有很多很興趣的文化上的不同 很多以前的東西都是一些很新奇、很興奮的東西 去給我一個創造的方法 去將Gender有一個更新的定義 古代傳統是一個很重要的Core DNA 我們很喜歡找一些舊的東西 一些可能是以前的剪裁、文化的故事 我們用一個古代傳統的手法去包裝它 我覺得Studio 54是很代表到Shine Bright這個元素 我們很喜歡聽自己的七、八十年代音樂 所以我們就拿了這個collection來做今季的靈感 跟不同的藝人合作 其實是比起自己平時做的一個collection 是一個不同的經驗 我們可以幫藝人設計的時候 可以更加擴闊我們創作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再天馬行空一些 想得多一些 DANMO的Ready to Wear 還有可能有些舞台的衣服 其實我們怎樣去Defensiate兩個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可能我們的Ready to Wear 表達Soft Mix Clarity那一邊的顏色會更多 中性的Style會更強一點 但我們舞台的三外設計就是 你遠處都能看到很signetural 就是我們將Ready to Wear的衣服的設計 再放大100倍 今次在Sunestage Elite裡面 我會做一個collection 是out of我平時regularly 我每次都會做Full Interest Wing Summer 但我就想去帶出一個更加特別的東西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collection 我們叫做Metier collection 要吸引更加多的craft人士在裡面 更加緊貼我們自己一個core value 想做的東西就是Shine Grind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多機會 任何就算是一個學生 也有機會可以做到你自己的collection 去展現給別人看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今次 這個Santa Stage Elite Show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Journey Oi Derek Oi Mike See you at Santa Stage 我們在學習